建立減災 土災上的家園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完整的配套 從水溪 從河流 從溝渠 然後跟水利會的相關的這些都應該去貫通 村落的圍體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制洪池 然後生態的公園應該開闢 那第二個就是透過新的觀念跟工法來進行 那包括就是JW的透水的這些鋪面 然後讓我們的地表也能夠呼吸 能夠去含水 同時把這些蓄水量能夠提供給相關的像自來水場 或者是農田水利會去做相關上的一個利用 那就可以把水換變成是水利 那其餘的部分包括就是我們土地 要去徵收的土取的方式應該要有多元化 包括利用台塘的土地 第二個我們希望能夠是 是不是能夠用交換 第三個是不是能夠用出租的方式 然後農民他有租金 那也有綠能發電的租金或者是回饋金 那這樣子有利於就是整個製水的工程 能夠更快速上來進行 在實現裡面然後來建立一個就是海綿的一個城市 然後同時也應該建立社區的自主的意識 讓大家能夠進行預防性上的撤災 以及透過就是智慧性的偵測水位上的體系 能夠讓民眾也能夠了解 讓應變中心也能夠了解 把這些貫穿起來 我想大家同時能夠知道就是水情是如何 然後該避難的時候 該撤離的時候能夠去進行 海綿大會知道就是他能夠去吸水啦 他能夠去含量水分啦 他能夠把大地還給自然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上的概念 我們去也可以讓這個在強降雨的時候 能夠讓大家尤其是嘉義線有非常多的這個獨居 或者有這些社區 所以社區其實我們之前包括年8.23的時候 甚至是百水在那邊一直在偵測 其實現在的年代裡面我常在說不要用20世紀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以自然為師 第二個就是要用這個智慧科技的方式來去治水 去治水 在那邊 封密在那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